国际焦点 以色列空袭伊朗 造成至少四个人丧命 伊朗军方发声明说 伊朗保留回应的权利 同时优先考虑促成 加萨跟黎巴嫩永久停火 26号凌晨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空袭 目的是要报复德黑兰 这个月初的飞弹攻击 而伊朗的外交部长 是第一个发表评论的伊朗高阶官员 他表示伊朗自为决心 没有极限 此外伊朗的通讯社 也引述军方的声明 说防空系统跟 及时的发挥来作用 所以以色列攻击造成的破坏有限 只是有一些雷达受损 而且以色列战机 也没有飞进伊朗的领空 而在这篇声明当中 伊朗军方并没有威胁 要立即展开报复行动 哈喽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